好 回到节目当中 过去一些投资的一个理念 真的也非常谢谢孙总经理 都把我们打破 然后呢 再把它重组 就是有点类似 我说是洗脑了 但是就一些观念 可能大家必须要了解 尤其是 这去年到今年以来 是全台湾史上 买债券人数最多的时刻 当然有很多市场一面 看好的一些观点 导致了台股的一些投资人 或者是台湾的投资人 蜂拥而至 你的前仆 前仆后继 在这过程中 甚至我最近还听到的一些观点 有一些市场的一些 不管是投资达人 或者是一些市场的观点 认为明年债券获利 可能比股票还要好 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是百般不得其解 他到底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看法 但基本上 其实我从今天开始 应该说 我已经完全的 对于债券的ETF的投资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这个债券基金 其实不管是近一周 或者是今年以来 其实它资金的流入 其实都显身 这是全球的 全球的 我觉得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我从去年 其实我在很多的场合中 甚至在股市现场中 有跟大家报告说 我也有买这个债券ETF 那我们如果以这个 12月11号的收盘价来看的话 那买金的标的是这个 00720B 这个元大投资级的公司战 当初买了200张 然后买金的成本是34.14 那如果以这个12月11号的收盘价 36.52元来看的话 那目前持有这档 这个债券型ETF 当初持有成本是682万 现在目前的价值 已经来到730万 所以它的价差的盈亏 是来到46.4万 然后大概是6.81% 那当然在持有债券ETF 这段时间我还有领它的债息 要加进去 对 合计大概领了55.8万的债息 那目前以获利已经来到102.3万 报酬率大概是14.9% 没错啊 比高股息高耶 而且也赢了那个新智的这个劳退基金 对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去买债券ETF就可以了 那当然其实 但这个这一笔的投资息 是从去年年初就开始一路的放到谁 去年年初哦 那这样子就加起来就有点20 对啊 其实这个其实报酬率 其实是要再 可以要再除以2 23个月 对啊 那当然我现在持有这个债券ETF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已经完完全全放弃了 赚价差的念头 我现在持有债券ETF 我已经不用再奢望它会为我赚价差 因为我持有两年了哦 持有两年了 才6.81%的价差 两年两年 我们再次强调两年 还好有领到债息 才来到14.9% 所以其实在现阶段 其实已经算是债券一个非常有利的市场了 但是你在价差的空间 其实我只能说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那当然我自己的投资 其实我在短时间内 就是我不会对于债券的ETF做出任何想要获利了结的动作了 哦 哦 你也把它当你的定存吗 把它当作我现金的一部分 你也现金部位吗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就是 虽然我个人的流动性资产 大概大多数都放在股票市场 但是我还是会常态性的保持两到三成的现金 那这两到三成的现金 有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定存 有一部分会放在美金的定存 有一部分会放在这个债券型的ETF 把它当现金的部位 单单纯纯只是把它当作现金的部位来看待 那所以它在当作现金的部位来看待的话 其实我就为了目的是为了创造日后更超额利润的一些空间 就是股市有任何的大波动的时候 那我可以做这个卖掉防御型资产 去转进这种具有积极性的资产 创造超额利润一些机会 就是你前线就用parking的 当然这些两年好啦 也比银行丁存好一些啦 但是你就把它当现金部位 对这是一个部分嘛 就是你在做投资组额规划的时候 其实债券ETF只是你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不会是你的全部 那因为另外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 完全放弃赚价差的念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见 你不要再相信市场中任何跟你讲 买债券ETF接下来会有两成三成的获利 的这种的观点 那当然我尊重他们的观点 那我提出我今天这些看法 打破那当然理由有三个 就是为什么会完全放弃 接下来投资债券ETF 赚价差念头 而单单纯存我就是领他再袭就好了 对啊那很大的关键有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呢 其实很多人支持 现阶段可以去投资债券ETF 是看到了这一张联准会的这一张 点证图的表嘛 那这一张点证图的这一张表 就是下一页这张表 他们似乎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2025年的 2024年会联准会相较于 前一个年度降息4码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 会累积降息到8码 然后到2026年的时候 会累积到降息10码 当看到中位数 一路的从5%以上降到4.4 降到2025年的3.4 2026年的2.9 支持了很多的债券投资人 他们认为这个时候 买债券型ETF 好像有价差的空间可以赚 因为这个利率跟债券的价格 呈现敲敲板嘛 所以如果当债券的利率 应该当联准会的利率 开始往下降的时候 那这个债券的价格 就会往上翘上来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 前仆后继的去买进债券型ETF 那跟联准会他所公布的 这个未来降息的趋势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但是这个关键 最近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我认为这个的趋势 有可能只是很多投资的美好的想象而已 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它或许只是一个天边的彩虹一样 它不一定真的会发生 因为有传谱变数 我觉得这个角度 我甚至已经有一点准备了 那我为什么不想要赚价 我觉得已经放弃赚价差的念头 所以我认定可能到2025年之后都不再降息了 不降了就停到2024年 所以他今天把明年2025年的模型 有增加一个可能 有调整 如果联准会真的不降息了 从合理变有可能 台股的目标就会从28000降到26000多 那债券其实就没有这种所谓价差的空间 可以去期待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会变成只是美好的想象 我觉得有可能第一个你有提到川普的因素 那第二个 其实大家去想 其实联准会的降息 其实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 旧经济 它是要旧经济 它是要帮这个经济添加柴火 但是美国现在经济很旺 已经在旺的过程中 你不踩刹车 你还给他踩油门 这个其实 这个从这个 光想都知道 对啊 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很热了 热到的过程中 你还给他不断的 对 如果真的降息的话 那这不断的给他添油门 也怪怪的 这也怪怪的嘛 这也怪怪的 所以我觉得 那先前2024年已经降完了 大概看起来应该是 12月份 应该是有机会降 累计降息完四码之后 2025年 2026年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数 很大的变数 所以一旦 它停了不动了 那这个债券的ETF当然就有可能就 你就想要赚价差 可能就没有这么美好的想象 我觉得他就为什么我们就归结到 只要领债息就好 那这是第一个 这个联准会的这个降息的趋势啊 有可能会出现翻转 那这个翻转 从各个面向来看 好像是有机会发生的 这边提出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风险的提醒 那第二个啊 其实也是金融市场我认为 再过一百年都不会改变的一个 你投资名言啊 叫做人多的地方 真的不要去 刚才明权姐有提到说 今年以来 这台国的投资人 真是蜂拥而至 那我记得我2022年啊 去买债券型ETF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统计那个债券型ETF的 受益人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字 在2022年的时候 年底不到15万 我买债券型ETF 那时候全台湾 买债券型ETF 不到15万 到2023年的时候 暴增到111万 到2024年11月 已经来到了207万 那如果我们以这个 以今年以来啦 我们有台股ETF 海外ETF 跟债券ETF 受益人数的增幅来看 那台股增幅了68% 很旺 我们已经幅度来看 对啊 海外是24%也算不错 但是债券多 增幅 81% 比台股还要旺耶 对啊 这个也太好了吧 今年来 对啊 增幅人数 那为什么会增幅 超惊人 对很惊人 然后如果以2022年 不到15万来看 更是 真的是 满到这个 很多从来不买股票的投资人 什么叫债都还没 对不起 对啊 大家好像觉得投债稳赚不赔一样 然后因为市场很多人说这个投资债券 现阶段是稳赚不赔投资送分体 哇 所以大家纷纷的开始解定存 然后进场去买 那真的 我自己啦 不过我跟定存比也是好一些啊 对啊 好一些 对啊 但是可能接下来啊 如果联组会真的不降息了 那这个 这个你的 这个债息的 那个原本以为你期待 那当然如果是像我投资 投资等级的债 它的这个殖利率都有5%以上 对 所以我可以允许这个可能一两%的 价差的空间 我还至少还有 还有三四%的这个报酬率可以去期待 但是很多人买债啊 是买那种美债的 美国公债 然后20年期的那个利率都已经 比较低一点了 对 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跟银行跟定存比起来 好像是高一点 但是你 你还有可能会有价差的损失 然后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会 更压缩你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这个投资人不得不去 做一个这样子的提防 所以这是理由二的部分 就是我看到 这个金融市场在100年都不会变 的一个状况 那第三个也是我过去长期以来 主张ETF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买低卖高投资数 那ETF投资除了定时定额之外 还可以用月KD指标 然后如果是ET 用在ETF的话 你可以观察 月KD指标如果在50以下出现 黄金交叉的时候 可以尽情买进嘛 因为它可能代表下跌行情即将结束 那如果出现50以上死亡交叉的时候 那可能代表上涨的行情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统计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我在今年的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 做了一份统计 这统计做出来之后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想法 就像是2020年 我为什么会想要去买再券型ETF 但一方面看到联准会升息 已经到顶了 未来最有降息的空间嘛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那时候发现再券型的ETF 有非常多档而且族群性的出现 月KD指标在低档的黄金交叉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即使这么好的时间点切入了 到目前为止 价差的报酬率也只有6%多而已 再加进再息也顶多到14% 但是现在你想要进场 我跟大家讲一个现实的状况 很多50以上出现月KD 死亡交叉的标定 再券型ETF的是遍地开花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面10月底出现月KD指标 在60以上死亡交叉的 债券型ETF 你觉得你知道几档吗 75档 对啊 涵盖的范围真的是琳琅满目 包含了星星债 主权债 美国的工债 然后金融的债 电信债 投资等级的公司债 然后医疗债 人员债 然后公共事业债 科技债跟制药债 它真的是琳琅满目 琳琅满目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不是说现阶段的投资人 不能投资债券型ETF 但是要放弃 对 要放弃这个赚价差的念头 当你没有赚价差的 这种想法的时候 进入到债券型ETF 投资的时候 你就会有定见 你就不会整天看着它 就很阿扎 你就乖乖的去领债息 但是如果你用错误的心态 去看待现阶段投资 债券型ETF 那它可能会因为我上面三个理由 导致出跟你原本预期 完全相反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阶段 进入到债券型ETF的时候 一定要想好 自己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商品 不要最后认为是投资送分题 搞到你自己 可能生活过得有点不太开心的 一个投资的结果 好 大家当然很希望说 价差跟债息能够两头赚 但是要把这个念头给打破掉 对 打破掉 其实如果真的有价差赚 那就是你多赚了嘛 那就很开心 因为人家是债嘛 对啊 如果真的 如果你这个念头下去之后 如果真的未来 你怎么会持续的降息 那你就是你多赚的嘛 那是没有降息 你也不会觉得很阿扎 因为我就很乖乖的 我就一年可能买美国公债 你就一年领到2到3%的债息 然后买投资等级 可能领到5到6% 然后这个你就 你的预期的报酬力 会决定你最后投资的心态 然后最后会影响你 最后投资的结果 是 这种商品 人家当初设定 包括高股息 就是要领息嘛 对 那包括债券 ETF就是要领债息嘛 但大家在投资的初衷的时候 都把价差摆在前头 人家的产品设计就是 对 你的观念如果不对的话 你的初心不对的话 那你最后其实就会比较 有一些需要被调整的一个空间 好 那等于说2024年 这个给大家都上了一堂课 就像你台积电 你就不是为了台积电的股息来嘛 对啊 看它的成长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留在稍后回来 继续跟大家一起来 进行追踪最热的一个题材 明年的一个成长性 有哪些相关股